中文字幕志愿者 平安拉斯 我们专门的声音 成为解书者 宗教祖! 今天我们要学习关于 Ruqya 关于Ruqya 就是一种导词 治病的导词 分为两类 有关于教法所规定的 还有教法不允许的举办的 关于教法所允许的导词 要符合三条 其他的教法不允许的导词 那是属于举办的范畴 教法所允许的导词 当符合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这种导词来自于经典 来自于圣训 祈祷时用按拉的尊名与品性 以评价安拉的经文来祈祷 比如读古兰经的开端章 以使者教授的导词 比如我们到达一地念的 导词 这样的导词 以安拉的尊名与品性来祈祷 比如我们念 这都是属于安拉的尊名与品性的范畴 或者说我们说 这个联敏的主 你联敏我们吧 这样的导词 都是凭安拉的尊名与品性 这样的导词 这就是 也就是 提求安拉保护的 或者治愈疾病的 这种导词的第一个条件 是的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我们做导词的时候 然后 所用的语言 必须是 众所周知的语言 不能用一些 听不懂的 一些 好像是咒语一样 那是不允许的 就是我们用 众所周知之的言词 这个词 众所周知 意思也是众所周知 而不允许 用一些 就好像是咒语的 一样 像恶魔的语言 一样的那些 言词 是不允许的 我说 这些语言 我说 有些念一些 咒语 那样的咒语 根本就大家不知道 什么意思 那样的导词 那是叫法 不允许的 做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 如果要导词的时候 必须要 发出声音 让大家都听清楚 能听明白 知道 它的意思 这样的导词 应当是 以阿拉伯语 做祈祷 以阿拉伯语 做祈祷 不应当 用其他的语言 用中文 英文 等等 其他语言 都不可以 إلا إذا كان من باب الدعاء يصحا يدعو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لا إشك 如果是 普通的 祈祷 那用 中文 用其他文字 这个 祈祷 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 阿拉伯语 以阿拉伯语 不允許 用其他的语言 翻译 代替 再强调一下 就是 我们在做 平常的 再强调一下 我们做 祈祷 的时候 要用阿拉伯语 在我们平常 普通的 祈祷的时候 可以用 其他的语言 但是 阿拉的尊名 基于品性 不能用 非阿拉伯语 来表达 第三项 关于 我们要知道 这种导词 这种方式 只是一个 阿拉所允许的 因素 而不是 这种导词 本身 可以起到效果 对 那么 我们要知道 如果要到此 分为两类 教法 规定 允许的 以及 教法 所不允许的 举办的 教法 所规定的 如果要到此 要符合三个条件 如果没有符合 这三个条件 那么 这种 如果要 那就是 举办的行为 还有一些人 他们自身 有困难 或者生疾病的时候 他们要求 别人给自己 做 比如 他们到一个 学者那里 或者到一个 教长 要求他们 给自己 做 这种要求 做 恶受 厌恶的行为 我们最好 不要 做这种 行为 如果 有这种 行为 就不是 最先 进入 乐园的 那一批 人了 如果 如果 做 愚弱 的人 应该按照 使者的 孙子 去做 愚弱 而不是 为了 其他的 目的 为了 其他的 一些 钱财 等等 一些 其他的 目的 有些人说 我自己 不会 做 愚弱 我也不能 背 古兰经 但是你能不能 背 开端章 必须 每个人 都必须 要背 古兰经 的 开端章 呢 古兰经的 开端章 本身 如果 你可以 念 发体 祈求 阿拉 为自己 解决 治愈疾病 解决困难 也可以 念 发体 去 以此为 塞外部 治疗 孩子 解决 孩子 的 亲属 的 需求 在这里 我们 必须 要 区别 阿拉 的 教法 所允许的 如果 也 和不允许的 如果 也 阿拉 知之 愿阿拉 赐予福安 与我们的 先知 穆罕默德 阿拉